蜀狗人2021年运势解析 蜀狗人进入2021新丑年 天干心筋为商官 地支丑土为劫财 丑须相行 是行太岁的一年 俗话说太岁当头座 无福必有祸 整体运势相较于去年更为动荡 尤其是财运与事业 会遭遇一定的考验 最好提前做好预防 规避太岁新军带来的危害 那么在崭新的一年里 蜀狗人有哪些好事 又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事宜 2021年规避风险 太岁在民间信仰中 是有名的凶神 能驱除贤魅 讲善罚恶 掌理人间祸福之事 太岁掌管地上万物一年的生死祸福 2021年是新丑年 新丑即是太岁 在道家信仰中为阳信大将军 生肖狗地支为虚土 逢丑年 虚土与仇土相行 称为行太岁 行为行伤 行罚 行灾 容易招惹官司 遭遇作弄 事业不顺 财运难兴 婚姻坦可等 需要提前防范 现金为虚狗之商官 流年透出 虽然利于财艺的发挥 但商官也代表着目中无人 实在自傲 口无遮拦 破坏规矩 会给鼠狗人带来卷舌是非之星 容易影响人际关系 招惹口舌是非 遭他人暗算 甚至会有横式风波 鼠狗人今年应谨言慎行 避免或从口出 与此同时 2021年七次破均星飞连西北方 正好落入鼠狗人的命宫 破均星是退运之星 代表着破财 败运会影响鼠狗人的财运与事业 亦有破财漏财 事业受阻等事情发生 鼠狗人不可急功近利 凡事宜求稳 以免增加不利变数 2021年吉韵把握 流年商官透出 思路清晰 想法独特 利于才能的发挥 求财的门路也会更多一些 寄予与挑战并存 天德为神德护佑之星 可至煞解恶 流年逢之 能化解一些负面心药的影响 福德为福报之星 可带来祥瑞之气 遇是能逢凶化及 减少形态岁的影响 俗话说有福之人破财 无福之人破身 一善解百灾 再犯态岁的年份 鼠狗人可以主动增加福德 不妨乐善好施一些 多给予别人帮助 又或者主动献血 这些都能积累福报 帮助自己平稳度过 形态岁的流年 鼠狗人应先化解 形态岁的危害 才能扭转被太岁破坏的运势根基 鼠狗人2021年财运详解 鼠狗人在2021年 虽然相关的透出 有利于财路的扩展 会有一些发财的机遇 但同时遭遇丑须半三行 应规避破财的风险 尽量少投资 多注意陷阱或被骗的情况发生 本年应避免与生肖牛、羊、 龙之人的合作 以免劳力伤财 无所收获 对于想拓展财路的 鼠狗人来说 今年时机不太成熟 原因是正财暗藏 偏财不限 钱财难据 加上形态岁和破均心的影响 本年在钱财方面的纠纷较多 容易让钱包大出血 同时还面临竞争加剧的风险 容易被劫财 劫运 尤其是生意场上的竞争 会愈发明显 本年需留意市场变化 对于自身的薄弱环节 要加以提升 以免被对手抢占先机 造成人才两空的局面 对于稳中求财的 鼠狗人来说 受刑太岁的影响 不但赚不到多少钱 还容易破财 本年工作不太稳定 甚至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彻底失去工资来源 更为糟糕的是 这一年花效特别大 总会在不经意之间 损失大量财富 务必要谨慎小心 鼠狗的朋友在2021年 一定要做好个人资产规划 没事不要乱花钱 千万不能成为月光族 要保证每月都能存下来一笔钱 以防不时之需 总体来说 2021年是鼠狗人稳财守财 避免破财的一年 从风水上来说 2021年八百左抚星飞临正西方 主管财运和置业 如果布置得当 则会财富临门 生意兴隆 如果正西方是卫生间 厨房的话 容易求财受阻 创业失败 鼠狗人2021年爱情运解析 本年生孝狗行太岁 留年节财主事 财若关无 对于情感运势而言 多为不佳 受卷舌新药的影响 今年因有口舌 争执 误会等事 容易或从口出 伤人伤己 个人魅力大打折扣 最好提前防范 形态随带来的影响 对于单身的鼠狗人来说 感情运势平淡 并无与桃花相关的 急性帮扶 即便结识了心仪的对象 关系也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容易不了了之 只有到了冬季水旺之时 方会有些转机 劫财是竞争之心 有争夺 掠夺之意 对于恋爱中的鼠狗人 最为不利 本年对于感情要小心维系 否则很容易被他人插足 对于已婚的鼠狗人来说 双方将面临诸多考验 或会引发婚姻危机 夫妻之间容易发生口舌之争 很难建立信任感 与另一半成据少离多之相 如果双方两地分居 两地工作反而可以化解形态碎的影响 今年彼此应多包容与沟通 共同营造温馨和谐的情感氛围 同时鼠狗人在与其他异性相处时 也要把握好尺度 以免引起伴侣的误会 整体上来说 由于形态碎的影响 鼠狗人的感情运势比较低迷 从风水上来说 2021年九子幼必兴飞临东北方 主管姻缘和感情 如果东北方布置得好 则感情和睦 事事顺利 鼠狗人2021年事业运解析 在形态碎的年份 鼠狗人的事业或多或少 会遭遇一些挑战 应以稳为主 不宜太过强求 原因是流年吉星少欲 胸要多现 容易带来口舌是非 利益纷争和矛盾冲突 所做的事往往是出力不讨好 事业方面还需认真筹划 提前规避风险 对于上班领心的鼠狗人来说 事业上机遇不多 应稳扎稳打 今年做起事来阻碍不少 多有肖小捣乱 诸事不顺心 容易无缘无故招惹上麻烦 一定要谨言顺行 不可与人为敌 做事切记三思而后行 以问为主 顺其自然 万不可抢求 若能保持低调的处事原则 克服工作上的不利与磨难 方可平安度过此年 对于做生意开公司的鼠狗人来说 今年事业心重 目标明确 干劲十足 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由于形态岁的影响 发展方面不可操之过急 建议不要轻举妄动 即便拓展新的领域 也要仔细筹备 甚至诱甚 卷蛇星药则会损坏人际关系 今年预示要多点耐心 对下属与合作伙伴 也要多几分宽容 避免发生口舌是非 属狗人在2021年形态岁 对事业运势的根基破坏很大 从风水上来说 2021年四律文取星 飞临正东方 主管着事业 学业和官位 如果布置得当 则有利于事业的提升 属狗人2021年健康平安运解析 今年属狗人 刑犯太岁 平安健康方面容易有病灾 应多加留意并进行必要的体检 尤其是属狗的老人和孩子 有病还需早医 防患于未然 特别是农历的三月 六月 八月和十二月 需要多加留意 对于属狗的小朋友来说 本年健康运势不佳 抵抗力和免疫力特别差 肠胃不是太好 也容易感冒发烧 时不时就要往医院跑 容易让父母交心劳斯 而正在上学的属狗小朋友 等年学业欠佳 身体上也容易引发病灾 家长一定要对孩子做好安全教育 不做危险之事 不去危险之地 对于属狗的老年人来说 身体状况较差 不但会救急复发 还有可能遭受重大疾病的折磨 流年丑须向行 吐气过旺 老年人应多注意与脾胃方面相关的疾病 平常需控制食欲 避免大吃大喝 今年发生意外红伤的可能性也很大 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 都要有足够的安全意识 主动避开风险 对于属狗的有车一族来说 要保持良好的交通安全意识 遵守交通法规 避免酒驾和疲劳驾驶 紧急安全第一 文明里让 慎房型太岁 引发的无望之灾